公交车上,一个地皮流氓对了一个姑娘胡言乱语 小姑娘,今年多大了 晚上有没有空跟哥哥去喝一杯啊 流氓的无耻行径引来车上众人的鄙夷 但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铁娇娇起身来到流氓面前 流氓说,干什么啊 小样,我可是盗上的人啊 铁娇娇说,我知道啊 我只是想下车而已 说吧,铁娇娇就走下了公交车 女学生害怕被流氓骚扰 也跟着铁娇娇下了车 下车后,女学生问她 你是搏击教练吧 你怎么不帮助那个风尘绝带的女子呢 铁娇娇说,我怎么帮啊 你看那个流氓,多么恐无有力 我这一把排骨,五个也打不过她 别那么多事,赶紧回家吧 女学生看铁娇娇是个怂逼 上去就给她一巴掌,一流眼就跑了 面对女学生的欺凌 铁娇娇只能忍气吞声 回到她的运动馆工作 铁娇娇有个可爱的女儿叫铁娃娃 铁娃娃小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心脏落下了病根 她急需做心脏移植手术 但是铁娇娇四处寻觅都没有找到捐赠者 为了攒做手术的钱 铁娇娇白天在体育馆做教练 晚上做代价跑滴滴 生活非常辛苦 不知怎么的 她惹到了当地的警察小雷 雷隐隐 小雷一直纠缠着铁娇娇 说她的车有问题 但是铁娇娇的车也就拉一拉 学员和客户能有什么问题 铁娇娇赶了小雷好多次 可是她还是一直跟着铁娇娇 终于有一天 铁娇娇终于攒够了手术的钱 她准备给女儿买个玩具庆祝 但是等她买完出门一看 我车呢 我那七座大分池的呀 谁给我拖跑了 她低头一看 地上只有一张拖车通知单 铁娇娇心想肯定是小雷干的 一抬头正好看到巡洁的小雷 铁娇娇就想追上去讨个说法 铁娇娇追了半天 终于在一个地下停车库 找到了小雷的警车 正当铁娇娇想找小雷问亲事的时候 突然一个闷棍从背后袭来 铁娇娇陷入了昏迷 当铁娇娇醒来 她已经到了医院了 警察告诉她 有坏人袭击了你和小雷 小雷身负重伤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敢对警察下手 就说肯定不简单 有什么消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说吧警察就走了 铁娇娇出门拿药 迎面就撞见了小雷 铁娇娇说 他们说你快死了 你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 听完铁娇娇的话 小雷高兴得一蹦八尺高 你能看见我吗 终于有人看见我了 我要说的事 你千万别害怕 我现在是鬼 哼 我可真信了你的鬼话 赶紧躲一边 我该拿药了 说吧铁娇娇推了她一把 但是没想到 她的手竟然从小雷的身体里 直接穿了过去 铁娇娇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又试了几次 没想到 自己面前站的竟然真是鬼 铁娇娇吓得再次晕了过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雷隐隐是雷家八十代传人 最喜欢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除了做的好事 她还有一个喜欢的人 那就是雾蒙蒙 雾蒙蒙是菜市场有名的 卖鱼西施 生意特别好 但是其实天黑以后 都是小雷托人把鱼买光的 这样他俩才有时间约会 有一天晚上轮到小雷巡逻 他发现码头上有一群黑衣人 抓了几个女生上车 小雷一路跟随 发现开车的正是铁娇娇 最后女生被运送的地方 是当地最大的一总会 小雷看到一个女生 从约总会里逃了出来 但是没多久就被人 揪着头发拖回去了 小雷注意到 女生趁机把一个手机 扔进了草丛 小雷把手机拿回家一看 里面竟然是女生 偷露的夜总会的犯罪证据 小雷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同事钟哥 但是没想到 钟哥竟然和那些坏人 是一伙的 钟哥出卖了小雷 犯罪分子把他暴打一顿 想搜查他身上的内存卡 但是没找到 后来铁佼娇的到来 打破了计划 犯罪分子们打晕铁佼娇后 就四散而逃了 雷音音醒来后 发现自己竟然真的隐身了 所有人都看不见他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不是隐身 而是灵魂出窍了 巨大的信息量 把小雷震惊的 贪坐在地上 此时他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无论他怎么说话 都没有一个人能听到 难道这就是 将死之人的迷流之计吗 冥冥之中 小雷感到有人在呼唤他 等他跑过去一看 此人正是铁佼娇 铁佼娇竟然可以看到他 还可以听到他说话 他连忙把所有事情 都告诉了铁佼娇 铁佼娇看到小雷变成了幽灵 头还能从护士的脸上伸过来 都快把他给吓尿了 他指着小雷对护士说 你们这不干净啊 这有脏东西 护士问 什么脏东西 你是需要打扫吗 我帮您去叫护士 铁佼娇连忙说 还叫什么护士啊 这得去吊道是吧 你别过来啊 我这人得想 你这瞎我就死给你干 说吧 铁佼娇把腿就跑了 但是小雷一路一魂不散 穿墙过门 铁佼娇根本甩不掉他 无奈之下 铁佼娇只好应付应付小雷 小雷说自己发现 警局里面有内奸 他的同事钟哥 一不注意 把被收买的事说出来了 但是钟哥也不知道 犯罪分子会伤害他 雷眼影一路尾随钟哥 来到夜总会 在那儿 小雷更是亲眼看到了犯罪现场 他气得想把坏人揍一顿 但是他根本碰不到任何人 犯罪分子没找到雷眼影的内存卡 所以决定 幸好铁佼娇身轻如意 勉强躲过了坏人的追杀 在雷眼影穿墙隐身爆点的帮助下 铁佼娇成功地逃了出来 逃脱以后 铁佼娇又接到电话说 女儿铁娃娃失踪了 他们赶紧去找 小雷又通过自己穿墙过屋的本领 发现铁娃娃晕倒在了小屋里 随后铁佼娇连忙把女儿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铁佼娇突发心脏病 幸好送得及时 再晚五分钟 孩子就危险了 看孩子平安无事以后 铁佼娇和小雷来到屋顶谈心 铁佼娇说 从前他和小雷一样是个热心肠 但是四年前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 四年前 铁佼娇带着一家三口出去旅游 在路上 他发现一辆车放在路中央 他就停车去救助伤者 没想到此时一辆大货车躲闪不及 撞上了铁佼娇的车 他的老婆当场死亡 女儿也生了一场大病 铁佼娇说 如果我不多管闲事 老婆就不会死 从那时候我就在想 对陌生人的冷漠 就是对自己的保护 然后我就再也不帮助任何人了 但是没想到 小雷都快魂归天国了 还不停地帮自己 铁佼娇保证要报答小雷 铁佼娇问小雷 你的内存卡在哪里 记录一种会最行的内存卡 就藏在小雷的钱包里 小雷的女友萌萌发现后 就把内存卡交给了钟哥 萌萌不知道 正是钟哥出卖了自己的男友小雷 小雷此时只能看着他们 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一拳打在钟哥的脸上 但是钟哥什么也感觉不到 萌萌把内存卡交给钟哥后 就打算回去 结果半路就被犯罪分子给绑架了 小雷只能看在眼里 什么都做不了 他连忙回去找铁佼娇 跪下来求他舅舅萌萌 铁佼娇自然不会不管 铁佼娇和小雷一路 找到了黑帮的窝点 犯罪分子看到铁佼娇闯了进来 就想把他赶走 但是铁佼娇说 不能欺负父女和儿童 这是践踏做人的红线 今天就让你们尝尝 我的铁佼红线拳的厉害吧 此时的铁佼娇 如同小宇宙爆发了一样 三两下就把那里的犯罪分子 打得满地找牙 他们成功的解决了 被拐卖的女生 两人走出窝点 正好看到叶总会的背后老大 没想到 此人竟然是警局的梁所长 梁所长知道铁佼娇 是那天他们袭击小雷的目击者 就打算杀人灭口 但是几个小混混 根本不是铁佼娇的对手 他成功的把混混打倒 他们还以为铁佼娇是坏人 反而抓住铁佼娇放了梁所长 但是来的不止有当地的警察 还有重案组组长 梁所长想和组长握手 但是没想到 组长只是撇了他一眼 反而和身后的钟哥握了手 对不起 我是警察 钟哥和小雷一直是好朋友 他没想到梁所长会对小雷下死手 对好友的内疚 让他决定自曝 他把从萌萌那里拿来的证据 交给了重案组 犯罪分子都被捉拿归案 但可惜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结局 故事的最后 萌萌成功得救 他住进小雷为他准备的新房 还怀了小雷的孩子 但是小雷并没有苏醒过来 小雷的灵魂只是在最后 出现在了萌萌面前 对他进行了一番深情告白 小雷还拜托铁佼娇要照顾好萌萌 小雷知道铁佼娇一直在找捐献者 小雷决定把自己的心脏捐给铁娃娃 以后 萌萌就可以在铁娃娃身上 听到小雷的心跳声 在手术开始的时候 铁佼娇突然发现 主导医生竟然是四年前 自己救的那个人 医生说自己找了安人 四年都没找到 今天他用生命保证 铁娃娃一定能恢复如初 果不其然 手术非常的成功 曾经不能去练运动的铁娃娃 现在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 奔跑玩耍了 铁佼娇恢复了曾经的自信 在公交车上 他又看到了那个流氓 在对一个风华正貌的美少年 动手动脚 他站了起来 走到流氓身边 流氓以为铁佼娇又是要下车 但是这次 他把流氓打得走不动道了 冷漠不会换来生活的安稳 只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铁佼娇从此日行一善 运动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大家应该听出来吧 我的人生意有点不对劲 我羊了 但今天是我羊的第五天 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也希望大家能保护好自己 尽量不要羊 如果不小心羊了 那就多喝水 其实我也没吃多少药 药确实也起一点点作用 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平常要多运动 好 那么今天电影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看下电影 都不是太子 明明是太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最近视频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